我又要出发了三点多 吃饱了 老板在工作呢 我就先走了 我也是一个ORSS 把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先放到老板这儿 下一次再回来拿吧 因为这些东西必须要拖运 我又不想拖运 晚上的时候呢 我肯定是要在机场 就是休息区那儿等上个9个小时 如果说拖运的话 我就觉得要等行李比较麻烦 好了我交的车进来了 Hi how are you? 我这个行李放下 感觉这最近这几天 不是在飞机场 就是在赶飞机的路上 要么就是在飞机上 因为未来这两天我真的是一直在机场 来回奔波呀 还好明天如果说成功到达这个 赞比亚那边的话 那边有个网友他可以接我 在飞机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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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坦桑尼亚的首都达类斯萨拉姆 从这个交通状况 外加治安状况来说的话 都比内罗比较强 哇这个舒服 在风吹上 一万五千块钱 ok 一万五千 but... ok thank you 兜里的话还留上一点 下一次 回来这时候还要有用呢 OK 他们这个T3航站楼这边非常好 看到没有 我来了好几趟了 国际出发的话 建的非常好的 比好些个国家的这个机场 建的都要大都要好 OK 拜拜 给他接单 转好 哎呀真的是 这个环球旅行博主不是那么好当的 我都不想坐起来了 整座精神继续浪 我现在在机场给一对荷兰的情侣 绣我的 拍到的视频 他们呢就没看到 他们也是在这个 肯尼亚还有坦桑尼亚旅行 在坦桑尼亚他们玩了两个星期了 今天回去 It's good My today is very lucky I today is very lucky Yeah There are no crocodiles her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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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codiles It's all safe Yeah they are safe Cross the river OK OK But another another video It's a hip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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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other video have a crocodile Yeah Yeah But uh But uh The beast Fried the crocodile Yeah Yeah they can't They can't cross the river Yeah they go back Yeah they come back Yeah Good The dolphins Oh Dolphin It's the turtles I will now show you the dolphins Oh I I It's really beautiful This one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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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lso I also go to here Yeah Yes I I I forgo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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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This one I also go to here I go to here I'll show you the dolphins I show you my go to see the dolphins Dolphin with you Go to see the dolphins Oh Oh This is the Kinia Where is this? Where? Where is this? It's saying the Chinese Oh Chinese Tennis Oh Also dolphins Yeah Letter Oh Oh I'll show you the steps Oh I'll show you the right Oh You can't swim Yeah Yeah 我去哪里 大概100多元 100多元 是的 人算不如天算 最后还是让我拖运 9公斤 他说我这个包太大了 真的是 我这个包我曾经好几次不拖运 还带个帐篷 就在土耳其欧洲直接飞 好了我已经是办好了直击 直接信把两张登机牌都拿出来了 我还再三确认一下 是不是到卢萨卡再取行李 我被肯尼亚航空丢行李丢的都烦了 上一个帐篷估计最多赔个100美金 这个包给我丢了 真的是 我要大闹肯尼亚 开始去移民局盖铃进张 哇 真是昨天进 不是 今天进 今天出50美元一天 我真的好想哭啊 我这个钱 我又成功的过海关了 这个过海关跟这个脚马过河是一样一样的 知道吧 哇 这里装修的好漂亮啊 好 找个地方先坐下 搞个水喝 口渴死了 等一下给大家秀一个有意思的离境章和入境章 真的 如果说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啊 全世界的人都不会像我这样玩的 这是造钱 这是浪费钱知道吗 30号入境 30号离境 这显得极为不合理 但是它却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是不是 我就说真的 像我最近这段时间买的机票玩的 这个显得一直在收钱 真的 我也蛮心疼的 就一直在花钱知道吗 就是 就一直在坐飞机 一直在机场 我明儿个早上呢 你看我今天飞到了内罗币嘛 不是吧 然后休息到明天早上 我明天早上又要飞赞比亚 然后好了 给你们讲一下这样一个情况啊 就是我过去 我说 肯定是要让他给离境章嘛 是不是啊 他一看 你今儿个进 今儿个出啊 然后我就对啊 他问 你从哪里来 我说 我从这个肯尼亚过来的 昨天 今天从肯尼亚飞过来 早上到的 那他就说 你下午要去哪里 我说 我要去肯尼亚 他一听 当时他有点没反应过来的 他说 那你来我们肯尼亚干什么 我说 我就给他看 我就把这个打疫苗的这个东西 就给他嗅了一下 再加上我一顿彩虹屁 我说 肯尼亚的医院非常的大 非常的好 服务非常的好 我在这里打疫苗呢 我放心 然后我估计他心想的 你在肯尼亚都不打疫苗 跑我们坦桑来打 专程来打 然后我又给他又继续说 我说 我已经是旅行了你们坦桑尼亚很久 40多天了 我爬了麒麟马扎罗 我也去了塞伦凯地 我还在三兹巴尔岛就是旅行了好久 他说真的 然后就稍微给他看了一下我旅行的照片 再加上我不是打疫苗吗 今天早上拍的照片呢 我就再看了一下 哦 他看一下啊 他就相信了嘛 是吧 就没问题了嘛 于是乎呢 就给我盖章子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蛮不合理的啊 因为今天进 今天进人家给你给了30天的一个入镜 结果你一天都没用 就几个小时就出去了 知道吧 看似非常不合理 但是你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那么也行 知道吧 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 我们手里头掌握很多的 就是说是照片啊 还有资料啊什么的 外加上 如果说你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解释 就告诉他们就行了 最重要的是他今天呢 没问我要钱 知道吧 我这蛮激动的 因为我还觉得 哎呀 要是 因为我上次在T2不要钱了 这次在T3 那看来就是 T3那个航站楼装修的好 是不是 请的这个工作人员素质高 难道说是 T2那边真的是直接进把我关起来问我要钱 人家把我气得够呛的 真的 好了 我要在这休息两个小时 然后坐飞机 反正我现在已经不着急了 处于一个最近这两三天都在机场的感觉 朋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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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吧 再见吧 如果有一天 我还要回到摊桑 刚想起来 我还得回来 好了 又要坐飞机了 我跟你说 很多国家基本上都是我们国家做的这个登机桥 就是狼桥 基本上都是的 几乎感觉有种垄断的地位啊 每次我坐飞机的时候 我都在想 我啥时候混出个名堂 也坐个头顿床 好了 19C 这种飞机一般的话很小 你看到没有 就四排 基本上疫情期间呢 卖的票也不是很多 肯定几乎就是这一排两个座位就我一个人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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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飞机好老啊 今天好久的飞机了 哎呀 坐飞机就跟坐公交车一样的 哎 我好久没坐过公交车了 但是我经常坐飞机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做这个环球旅行博主还蛮有意思的 也就是如果说我不是一个旅行博主 我几乎是不可能这样操作的 因为这样操作真的是好累的 我其实也是被海上尼亚的核酸检测逼的 我上次做个核酸检测他收了我一千多块钱 我跟你说我交钱的时候我那个心都在滴血 一千多啊 所以说我这次就死活都要白嫖他那个10块钱的 他给我做了一个10块钱的谁查阴性的报告 我就拿这张报告再出去 但是他还是转 为什么呢 我就呆了半天 总共呆了十几个小时 结果呢 花了50美元的签证 很准时啊 8点40 就把我们推到跑道上了 也没什么看头的 睡觉吧 一觉就到坑尼啊 谢谢 反正我一个中转的我又不着急 给他看看一下核酸检测报告 然后登机牌 你就可以做选择了 左边呢就是到达 右边呢就是中转 咱呢就走中转 就走这里啦 诶 怎么两个呀 这什么是个意思啊 你看这是下边吧 下去找个地方休息 不着急 因为我们不入境肯尼啊 所以说就到这边中转来 再安检一个行李就好了 现在又到了这边出发了 我得找一个人少的地儿 找一个椅子 椅子大一点的地儿 坐一会儿 现在才十点钟 真的是要等到早上七点钟 跟我昨天出发是一个口 往一个方向 就往那边走 平森昨天就是从十六这儿出发的 今天又回来了 因为我记得 对对对对对对 就在这里 哎呀 总算是站上了位置了 就这个 这个就舒服 当然了我也可以不使用这个 这个不太好 用这个 这个位置还比较私密一点 是吧 感觉没什么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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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拖了你这么久 要你是干什么的 就是在关键时刻 起到这个决定性作用的 哎 哎 可以 OK 哎呀 你们至少还是全这儿睡的 哎呀 我都是可以 躺着睡的 哎 这还这还没什么光 还可以晚上睡觉 只要戴着墨镜 这儿 我真的是太聪明了 电脑呢 拿了出来 立在旁边 贵重物品呢 放在这儿 在机场里边的话 应该 应该问题都不大 拖鞋 是放在这儿 咱也是讲究人 而且你看墨镜带不带 因为还是有点亮光的 帽子可以这样照上 看看 站在那儿 这样可以挡一下光 可以睡觉了 哎呀 我应该是 这个中转距离 最豪狠的 因为我装备最全 哎呀 舒服 免费的 哎呀 你别说 平时看我这一身造型不咋地 你要是看下别人 都是扣扣索索的 全身体睡觉 那你就知道 我带这个睡店的意义和赛了 哎呀 没办法呀 主要是因为穷 如果说我有钱的话 我也买这叫好时道的行道了 哈哈 因为这个这个 从那个塔桑尼亚飞到肯尼亚 再从肯尼亚又飞到赞比亚 才花一千四 对吧 便宜 只要便宜怎么都行 因为我的时间 不值钱知道吗 好 就这样子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咱明天见 拜拜 拜拜